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中 我给大家讲解了 Activity的生命周期 单个Activity的生命周期 和多个Activity的生命周期 以及生命周期过程中的 创建毁掉方法 和销毁的毁掉方法 这节课我给大家讲解 Activity的启动模式 Activity的启动模式的概念是什么呢 Activity的启动模式 决定了Android的系统 创建的新的Activity实例 是否会重用 已经存在的Activity实例 是否和其他的Activity实例 共用一个Task Task又是什么概念呢 Task是一个具有站结构的对象 一个Task可以管理多个Activity 当用户启动一个应用时 Android的系统会创建一个 与之对应的Task对立 Android的系统给我们提供了 四种Activity启动模式 第一种Standard标准启动模式 也是默认的启动模式 在这种启动模式下 通过Intent激活一个Activity的时候 Android的系统每次都会创建一个新的Activity实例 并放入到当前任务站中 这是默认的启动方式 第二种Single Top 在这种启动模式之下 如果通过Intent激活一个Activity Android的系统会首先判断 这个Activity是不是在当前任务站的站顶 如果是在任务站的站顶 那么Android的系统就不会创建一个新的Activity实例 如果当前这个Activity不是在任务站的站顶 那么Android的系统会创建一个新的Activity实例 是不是很不好理解呢 不要紧 我们先讲完概念 然后我们再通过实践 教会大家慢慢理解 第三种 Single Task 在这种启动模式之下 如果通过Intent激活一个Activity 那么Android的系统会判断 在当前的任务站中 是否存在这个Activity 注意 它是判断在任务站中是否存在 而不是判断任务站顶是否存在 注意它和第二个的区别 第二个是判断任务站顶 任务站站顶是否存在 第三个是判断任务站中 是否存在这个Activity 如果存在 那么Android的系统会销毁这个Activity 之上的所有的Activity 并将这个Activity显示出来 如果在这个任务站中 不存在这个Activity 那么Android的系统会创建一个 新的Activity实例 这是第三种 注意它和第二种的区别 一个是站顶 一个是站中 第四个 Single Instance 在这种启动模式之下 Android的系统 会为这个Activity 创建一个新的Task 并独立运行 在这个Task中 只有这一个Activity的实例的存在 不允许有任何其他Activity的实例 存在这一个Task中 好 这是四种启动模式的概念 那么 启动模式如何配置呢 启动模式的配置方法 是在Android的Manifestor.xml文件中 找到它的Activity节点 在它的节点里面增加属性 Android的冒号LaunchMode Standard 通过配置它的LaunchMode属性 来指定这个Activity的启动方法 好 下面我们通过代码 来仔细体会一下 这四种启动模式的不同点 打开Android的4G6 为了节约时间 我这里已经给大家创建好了一个工程 创建工程的步骤 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讲解过了 如果有不记者的同学 我建议你去复习一下 好 既然是启动模式呢 那必然涉及到RTB的启动 那么启动就涉及到多个Activity 好我们首先创建第二个Activity 让我们在第一个Activity里面来启动第二个Activity 首先创建第二个Activity 创建的步骤我们再复习一下 SecondActivity 创建一个加法类 让这个加法类继承系统的Activity 注意这个系统指的是Android系统的Activity 然后给我们的Activity 关联一个布局资源文件 然后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布局资源文件 资源文件的名称 就写ActivitySecond 为了方便我们观察 我们在第二个Activity的布局里面 添加一个文本标签 TextView RubContent Text 第二个Activity 好然后把这个布局资源文件 设置到SecondActivity上面 设置的方法是调用SetContentView R.layout.activity Second 好 设置布局资源文件的布置已经完成了 那么最后一步就是 注册SecondActivity 注册的方法是在 Manifest的文件里面 增加一个节点 Activity 节点的实现类 我们就写SecondActivity 好 那么到此 我们准备工作就已经准备完成了 好 那么我们怎么样 配置Activity的启动模式呢 刚才已经有讲过了 启动模式的配置方法 是在Manifest的里面 找到Activity节点 增加一个属性 LaunchMod 好 我们在代码里面 为我们的SecondActivity指定一个启动模式 LaunchMod LaunchMod 我们首先学习Standard 标准启动模式 也就是说 默认的启动模式 标准启动模式 也是默认的启动模式 如果你这里不指定的话 就是默认的启动模式 你指定为Standard的话 和不指定 其实是一样的效果 好 我们先指定一下Standard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那么为了启动这个SecondActivity 我们还需要在 第一个Activity里面 创建一个按钮 当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启动第二个Activity Button 我们重新创建一下 跟我熟悉一下代码 启动 然后这个ID 这些Button Start 好 然后在第一个Activity里面 找到这个按钮 FindViewById R.id 然后把它进行一下强转 转换为Button 然后对这个Button 设置一个点击事件 然后在这个点击事件里面 启动第二个Activity 那么启动Activity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启动Activity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显示启动通过Intend来启动 Intend 创建一个Intend 创建Intend的第一个各个参数 我们就传MyActivity.this 为什么可以这样传呢 因为Activity也是从Connects继承过来的 然后第二个参数 我们就填写SecondActivity.class 通过显示启动明确指定 我想要打开SecondActivity 然后调用StarterActivity方法 传入Intend的参数 好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准备工作就已经准备完成了 这个时候当用户在第一个界面上点击 按钮的时候 就可以启动第二个Activity 那么这个和我们的启动模式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个时候还没有涉及到启动模式的概念 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个启动模式的概念呢 我在课前的时候给大家抛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在第二个Activity的界面上 再点击一个按钮 而这个按钮里面 还是启动这个SecondActivity 那这个按钮点击完之后 在我们的内存中 存在了几个Activity呢 好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在SecondActivity里面 也创建一个按钮 这样我们来观察一下 Activity的启动模式 Rub Content 这是第二个Activity的布局 再次启动 SecondActivity 再次启动 SecondActivity 我们还给它取一个ID ID的名字叫Button StartSecond 然后在SecondActivity的布局里面 注意这是SecondActivity 我们刚才创建的是ManActivity 再复习一遍代码 创建的View byID 然后进行下转转 同样给这个按钮 设置一个简听视线 在SecondActivity里面点击一个按钮 再次启动SecondActivity 这个时候我们观察一下 它是怎么启动的 注意这里的参数 第一个是Second.this 第二个是Second.class 嗯 不要迷糊了 第一个是Second.this 第二个是Second.class 然后启动这个Intel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在SecondActivity里面点击一个按钮 再次启动SecondActivity 这个时候Android系统 会不会为我们创建一个新的SecondActivity呢 如果创建了的话 那么我们系统里面不就存在了两个SecondActivity吗 我们点击运行看一下效果 运行 选择运行设备 好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启动 就会执行这类的代码 启动第二个SecondActivity 点击启动 好 这个时候第二个Activity就已经启动了 那么我们在第二个Activity的界面上 再次点击启动 那么它又会执行这类的代码 这类的代码还是启动一个SecondActivity 我们可以看一下 点击一下会发生什么 点击 看 界面上的变化 系统又为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SecondActivity 那么这个时候 不就存在在两个SecondActivity吗 当我点返回键的时候 是不是就应该回到了第一次创建的那个SecondActivity 我点一下 看 这个时候 这就是第一次创建的这个SecondActivity 还在这里 当我再次点击一下 那么就回到了启动的Activity 也就是慢Activity 那么 这个用法 就是Standler标准启动模式 在标准启动模式之下 Android的系统 会为你Intent的启动的Activity 创建一个新的实例 不管你这个SecondActivity 不管你这个Activity 有没有在当前的任务对立中存在 它都会创建一个新的Activity实例 这就验证了我们的结论 好 讲完了第一种标准启动模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Singletop的启动模式 Singletop的启动模式的意思是说 当你通过Intent激活某个Activity的时候 Android的系统会查找当前任务站站顶 如果当前任务站站顶的Activity 就是你希望启动了这个Activity 那么Android的系统将不会创建新的Activity的实例 好 我们通过代码来实际看一下 我们将第二个Activity的启动模式 配置为Singletop 然后 当我们在第二个Activity里面点击某个按钮 再次启动第二个Activity的时候 但是却因为我们第二个Activity启动的模式是Singletop 所以Android的系统会查找当前站 他查找当前站 发现当前站的站顶已经是这个SecondActivity了 那么他就不会重复启动 这SecondActivity 好 我们现在已经修改了这个Singletop 我们再来看一下运行效果 点击Run 选择App 然后打开模拟系 好 启动完了之后 我们第一次点击启动 这时候启动了这个SecondActivity 那么我们再点击这个SecondActivity的时候 就会启动SecondActivity 通过这个Singletop启动模式 好 我们点击一下看一下 一点击 但是我们发现界面上没有任何的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的 你标记为LaunchModel为Singletop启动模式的时候 Android的发现 你当前站的站顶已经是个Singletop启动模式了 所以Android的系统并不会为你创建一个新的Activity 所以这个时候 界面上显示的仍然是当前站站顶的这个SecondActivity 也就是说现在Net里面只有两个Activity 一个是慢Activity 一个是这个SecondActivity 当你点击返回的时候 应该是回到慢Activity 才是正常的 我们点击一下返回看一下 看是不是回到了慢Activity呢 对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就是Singletop的一个用法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Singletop的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启动这个SecondActivity的时候 当前站的站顶不是这个SecondActivity 那么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今天的视频是发生什么呢